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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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今天下午等一下 我們分成兩大部分 這次的課前閱讀 我們這一週要探討的主題 是翻轉字沙米斯 不知道大家課前 讀到的東西是不是涵蓋了 括裡面就是三個部分 這一週沒有影片 但是在紙本內容裡面 已經涵蓋了我們幾個重點 包括我們今天會談到的 迷思或者是自殺的危險跟保護因子 今天我們的教材 一樣是來自於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以及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由李明斌教授所編輯的各種手冊 其中講到迷思或者是危險因子 這個主題其實是常被提到的 我想先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大致上會安排的活動 讓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今天除了簡短的一個介紹 有關我們的這一週主題重點之外 我想等一下會請玉婷助教來說明 今天的這個體驗 講遊戲規則 其實他也不全然是遊戲 但是比較活潑一點 讓他可以做一些的角色扮演 那這個每個人會有兩個角色 你們應該助教在上課之前 已經都有預告你們了 所以我只是簡單帶大家了解 今天時間上我們的安排 希望是讓大家可以有充分的時間 來體驗這個所謂角色的扮演 那也會有時間讓大家去撰寫你的故事 所以今天手冊上 大家至少也可以寫下一些你們的想法 最主要是包括你們可能在媒體新聞 看到的一些案例 那以及你們所學到的課前閱讀裡面 有關保護或者是危險因子的部分 那這些廣義的來講都是呈現一個個案 他為什麼會走上這個有關自殺行為 這樣的一條路徑 那所以在各位編轉的故事之後 我想其實故事裡面 大家還是同步要去把這個故事 編一些比較所謂的保護作用這個部分 是我想要強調的 那所以裡面可能涵蓋一些求助的橋段 希望大家也可以同時考慮進去 那漂漂城的遊戲 我們大概只在大概有20分鐘 讓四組的同學可以有互相交流的機會 那等一下這個細節會再說明 那中間休息的時間我想就是 休息之後我們就會進行分組的討論 然後今天最後的形式一樣 是會回到這裡來做口頭報告 那我想一開始重點的提醒 大家可能會去反思到一些的議題 特別是我們今天在探討這個自殺的一些案例 我們特別設計了八種的角色 不分年齡層這個議題在全國來講 大家知道一年帶走將近4000人的生命 去年的正確數字是3864 那將近4000人裡面呢 你們知道青少年有幾位嗎 可能沒有這個資訊 前年的數據是一年有257位 15到24歲的年輕人死於自殺 那但是你們從四千分之二五七知道 它其實不是最高的比例 但是其實青少年的這些案例 我們是希望讓大家能夠更去 了解到我們怎麼樣去預防 那所以其實在案例裡面我想 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青少年的案例 那當然也有一些不同年齡層 包括在職場的或者在一些專業領域 譬如說醫師也會有這樣的行為 那醫師也會自殺身亡 所以其實我們要用一個比較 比較客觀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樣去幫助這樣的人 那所以一開始我想大家可能會反思就是說 在很多包括我們的媒體 可能也有很多訊息大家會去思考 自殺到底是不是一種權利 為什麼我們不能允許這些人 選擇這樣的一條路 那自殺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這可能是今天我們要去思考的一個方向 那我想從各位的探索當中 希望大家可以去認識 怎麼樣跨出去 不要受限於一些的迷思 那讓我們能夠更知道說怎麼樣去幫助這些 不同年齡層的這些高風險者 然後我們今天另外重要的目標就是 讓大家更熟悉而且更能夠去應用 我們所謂的自殺危險跟保護因子 這兩個概念 這張slide是我補充的應該在你們課前的閱讀 比較少看到這樣的一個比較圖 我在很多的守門人訓練裡面 也不至於也不會去放到這樣的圖 原因是它太細了 但是在我們的台大通識課程裡面 我想跟各位分享這個是 雖然年代比較久遠 它是2006年在一本書裡面 它提到的一個概念 那我把它畫成這樣的比較表 因為很多同學會問我說 老師自我傷害跟自殺有什麼不一樣 你們可能會有這樣的好奇 那事實上大家從這個書裡面的資訊去瞭解 自殺跟自傷裡面有非常多定義上 可能程度或者是說在內涵上有點不一樣 舉例來講在目的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自我傷害跟自殺它的一個行為的目的 讓人家感受到的這個逃離痛苦這樣的一個程度 以自殺來講是比較明顯的 那相對來說自我傷害它可以緩解痛苦 有些人會一再的自傷用這個方式去緩解它的痛苦 但他可能沒有辦法去逃離這個痛苦 那當然去區分這兩個的目的其實只是在學術上 就是做一個比較形式 讓大家可以了解有一群人他自我傷害 但是他的行為目的他可能不是為了要死亡 那當然這個在精神醫學上呢 會去探討這一群所謂重複自我傷害 他可能的一些特質 譬如說人格上的一些特質 他們通常比較屬於人際關係難以建立 然後情感也難以建立這樣的一個特質 那個叫邊緣型的人格特質 那但是這一群人他特別 還是需要醫療專業的介入 因為一般人可能比較難去清楚的看到 他那個所謂痛苦的全貌 或者是也比較難去阻止他這樣的行為一再的發生 所以這些個案是需要醫療的幫忙 那自殺的話大家看到右邊這個行為頻率的部分 出現的頻率雖然不高 但是他有時候也會是長期重複的行緒 那照我剛剛講就是說自殺的行為 他常常是以死亡為目的 所以他的一個早期的一個辨識跟早期的一個求醫 透過專業來討論比較健康的一些因應痛苦的方式是重要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就是簡單的去補充一下 大家看到左邊的這個比較項目有非常多 我們這邊不再贅述 大家可以再詳細的去看 包括像無助無望情節 其實在自殺個案 他會是比較長期深層的 然後比較難以去改變的 那這些想法上我們講思考上的這些負面特性呢 其實經過醫療判斷往往是需要醫療的介入 通常藥物的介入會對他的這個腦部的功能 有一些些的改變 那這也是需要長期治療的 讓大家知道一下有一些的差異 不過不管是自我傷害或者是自殺行為 基本上我們對於這一些用相對比較適應不良的 這樣的一個調適行為呢 都是需要守門人的關注的 那所以在跨出去那一步之前我想 你們可能對周遭同裁很多的問題 你們可能會很想知道我該怎麼辦 譬如說這邊所列出來這幾個問題 是常見的一些大家共同的問題 譬如說有憂鬱症的人一定會自殺嗎 不會為什麼 好同學說憂鬱症有分程度的 有些其實是憂鬱症症狀 他屬於比較輕度的或者是屬於重鬱症 就是所謂的鬱症 就是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這種比較嚴重的 那當然自殺想法是他的症狀之一 所以不是每一個個案他都一定會有這樣的行為 他也是有一定的比例 大概是15%的憂鬱症的人會有自殺的行為 所以其實比例上來講也不是說一定會去做 不過就是說針對憂鬱症 我們好像下一張也有憂鬱症的一些迷思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後面幾個我想我挑幾個比較重要的 來考考你們看有沒有人知道 第七題 接受精神藥物治療後自殺風險即可解除 那他為什麼不正確 伊諾你說說看 那如果說 我特別Cue伊諾這邊他是醫學系的同學 那當然你對藥物特別有興趣特別了解 但是我再追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用抗憂鬱劑來治療一個病人 然後這個藥物他並沒有達到 會產生自殺行為的副作用 那麼這個抗憂鬱劑下去之後 他是不是就沒有自殺風險了 換句話說藥物當然他沒有辦法完全的去解除 但是當然要看這個所謂的療效 可能每個人的體質還有他的環境 是不是有足夠的一個支持跟保護作用 這都有關係 所以簡單來說謝謝伊諾的回答 回答得很好 簡單來說就是說藥物是重要的 但是他還是要完全的要長期的去觀察 不是所有的藥物都是一定要 所謂的長期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害怕 到底要多長期 基本上這個是醫療的專業判斷 所以這邊簡單的讓大家了解說 接受藥物治療特別抗憂鬱劑 他需要一定的時間至少都要三個月以上 可能三個月到數年不等 那配合醫療跟充分的討論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個案的一些風險因子可能是非常複雜的 這不是我們在這邊可以簡單的解釋 但是有一些的藥物像譬如說抗憂鬱劑 因為他在短期他先是緩解了我們個案的一些食慾 活力但是他的心情還是相當低落 這時候像特別是有一些病人他剛出院 他的風險在出院後的一個禮拜到一個月之間 是相當高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特別去主婦家屬 要特別的反而要格外小心這個個案 他在出院後短期內的一個自殺風險 這樣大家了解 所以進入了醫療之後事實上 我常說那個挑戰更大 原因是除了藥物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影響之外 當然周遭還有很多我們要去講 或者今天要討論的就是哪些的保護作用 哪些的危險因子我們可以去予以改變的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討論的 好那所以我想這些的這些的問題呢 事實上都可以一一的去辯證 那同學們當然也可以在你們等一下的討論去 討論你們自己的案例是不是 也會因為這些的迷思而阻止了你去幫助他 這是一個可以去深入探討的一些問題 那我這些常見的自殺迷思 希望能夠大家可以去克服 因為有一些的迷思會讓我們果足不前 特別是像一般大眾會覺得說 談論自殺就會讓他想自殺 那這是最典型的一個迷思 其實常常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不管臨床上或者是在社區照顧這些自殺個案的經驗裡面 都告訴我們其實當什麼人是處在一個比較客觀中立 而且掌握我們接下來要講的一些溝通原則 我們後面有後幾週的課會講到溝通的技巧 事實上當你掌握這些技巧的時候 你去談論這些自殺的問題 反而會讓這些個案覺得很安心 因為他認為你是信任他 他也可以信任你 那他也可以從他的這個談論當中去整理一些他的思緒 甚至有一些的轉捏也不一定 所以這些的問題我們不要害怕去談論他 所以這個迷思我想有關自殺的迷思是大家要注意的 所以前面有幾個提醒 那再來這個憂鬱症的迷思也蠻多的 在目前社會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像是憂鬱症這個疾病 大家還是充滿著好奇跟不了解 但是其實現代的資訊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網路上包括非常多學協會 像我們也有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也是跟我們的李教授有關 他是創會的李市長 那在我們台灣其實憂鬱症相關的學協會 裡面他們所推動的很多社會的一個正確的一些知能 或者是awareness activity 就是引發大眾更去更去正視這個問題的一些活動 我想大家都需要多去涉獵 那這邊提到幾個六大迷思 這個是在關鍵評論裡面的內容 這是我提到的一些內容把它做整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憂鬱症 這幾個迷思其實大部分都是錯的 但是有幾個是對的 那那個對的我們來看一下迷思3 他的復發性 憂鬱症容易復發是沒有錯 特別是沒有根治的話 那很多人會說那憂鬱症可以根治嗎 像這個迷思2 那大部分其實是可以治癒的 所以在美國的學協會他們也是提倡就是 Depression is treatable Depressive disorders are a treatable disease 就是它是一系列的可治癒的疾病 那因為剛剛也同學提到說不同程度 事實上當然程度輕微的其實它是可治癒 那重癒症它也是可以治癒 只是說它的病程相對來講 要跟醫療的配合度是必然的 因為它整個病程或者是病情的嚴重度 都是比較難去預測的 那包括像是藥物的治療 搭配非藥物的治療其實是效果會比較好的 那當然包括像是心理治療 或者是一些團體心理治療的方式 也有Supportive care 就是一些支持性的療法 那新的一些療法還包括像是 電腱癌癌法是歷史已經很傳統的一個治療方式 那有一些的是精爐核磁共振術等等 所以其實非常多的療法 這都是在醫學的發展之下 目前我們還是比較呼籲就是說 就憂鬱症一定還是要完整的治療 特別是一些副作用 這邊剛好最近也周遭的朋友也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邊還是要呼籲就是說 吃藥所造成的副作用 其實很多是在第一週裡面最明顯 那因為血中濃度慢慢慢慢穩定之後 其實那個副作用會變好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假使你周遭有人在吃藥 或者在這個藥物的治療下 他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希望他還是能夠跟醫師來釐清 那因為藥造成這副作用 需要去慢慢調適 所以不要任意的自行停藥 他的問題會變得更複雜一點 好 那所以專業治療還是 就是能夠去避免所謂自殺的這個風險 很重要的一個管道 那因為自殺的行為呢 他還是存在於各位課前閱讀很多 有關這個保護作用嘛 那保護作用我想他分的這三個層面 右邊的那個危險因子是相呼應的 他同樣是三個層面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在於說保護因子這個部分 健康照顧有他的關鍵的一個影響力 特別是當自殺風險是多元的時候 像是我們看到在個人這個部分 加持他是有重大的身體疾病 加上精神疾病 那加持又有物質濫用或成癮 特別是酒精 這個問題呢是比較棘手的 那不過當然我們都還是希望 只要是有這邊列出來這種種的 所謂多元的一些危險因子 我們還是需要從健康醫療體系的保護這個部分 來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法 守門人可以掌握的事情其實也滿多 大家看到左邊的保護因子 在個人層次這邊我們可以去關心他的睡眠 飲食 活動 作息 在服藥的情況下 像有些同學的周遭的這些自殺高風險者 如果是你的朋友 那你也可以關心他平常求助的一個情況 我所謂求助是指 譬如他醫療的一個信任度 你們可以鼓勵他正確的服藥 鼓勵他可以規律的反整 有時候不反整我想是因為出自他可能忘記 因為在憂鬱的影響下可能很多時候 他看的事件都是比較灰暗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大家可以掌握一些保護作用 那注意右邊的這些危險因子 其實零零種種還滿多的 那等一下你們在設計的時候 也可以放到你們的案例裡面 譬如說你可能設計一個 因為他周遭有污名化的影響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角色是附加千金 那你可能想說這個附加千金 會不會他的家人之間 對於這個憂鬱症是極力反對就醫 那這個家人的污名加上說他個人也有對於求醫的污名 於是他就一直沒有去求醫 類似像這樣 或者他周遭的公司的同事朋友也都貼標籤 滿大的一個污名的影響 是存在了他這個自殺的危險作用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就提醒大家 就是可以融入你們的一個案例故事情境裡面 你們再提著去看 有問題我想可以再提出來等一下團體裡面來討論 然後再緣藏一下 你們再提示一下 我可以看到你的保抒 說在它沒有解決 就要事實表一些 這部分的神針 是如何去後退 裡面有很多人 那麼容易 很容易 我們來討論 我們來討論